但是這名珍珠哥還真是有眼不是泰山 原來台鐵上這名正義阿伯 是國內知名的彈道見識專家林茂雄 他可是李昌宇在台灣的第一彈學生 誰的東西 在火車正面教訓不讓位的珍珠哥 其實這位白髮蒼蒼 被網友尊稱正義阿伯的男子 就是國內形式彈道比對專家林茂雄 你一個人霸彈那麼多實在是 我覺得不必要 你今天是有特殊旅遊的話 也許你可以講大家來聽聽看 結果全車都已經過完 他這麼一部車就這麼鎮 他真的建設回家了 72歲的林茂雄有話直說個性打喇喇 他是李昌宇在台灣的第一代學生 在319槍擊案中 曾經提供許多意見給專案小組 擔任過警大監視系主任 現在是中華民國監視科學學會常務理事 當初行事監視專家李昌宇博士 在319槍擊案中 現場彈道比對 林茂雄就站得很靠近 適時提供想法 看得出他的專業份量 國內幾乎所有監視人員 都得尊稱他一身老師 他說搭火車當天是要去台北看電影 珍珠哥一個人大包小包的東西 佔據三個座位 但明明置物架空著還有七八個人站著 於是就說了對方幾句 雖然口氣不好但整車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 他聽著說帶著警察 聽著帶著警察而已 剛才過車一兩分鐘到三家 他就開始這包這包 轉到我的東西就準備在下車 真的三家他就跟著下去了 靠著慢跑游泳健身穿著白跑的林茂雄 外表和體力比實際年齡還年輕 火車上被丟珍珠身段軟Q閃躲 認識林茂雄的遠景說他就是愛打抱不平 平常很照顧後輩 說了珍珠哥幾句不是想強出頭 只是機會教育 要對方多點功德心 TVBH王清堂 韓尚倫 台北報導